桃園一名灵系女子疑似因为她的脸书被人盗用 随意贴文被家人误解 情绪低落之下她就骑着机车离家出走 而一走就是三天 家人焦急的报案寻人 台东警方利用车牌辨识系统 在北南温泉区一间民宿找到了这位女子 一家人才终于团圆了 有吗?她现在在吗? 夜里警方找上门寻人 民宿老板娘一阵惊讶 但也随即带着警方来到正名被报失踪的灵性女子房门前 来自桃園的灵性女子 这个月中旬没有留下任何讯息 就独自骑着机车离家 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 而这一失踪就是三天 女子家人便寻不着他人 焦急报案请求警方协助 据了解灵性女子疑似因为脸书账号遭人盗用 随意贴文引发了家人误会 在始终无法获得家人谅解的情况下 夫妻离家出走 一路从桃園屏东再辗转来到台东散心 各县市警察局透过横向联系通报 最后利用车牌辨识系统 查出女子最后出没在北南乡龙泉路段 查访了辖内各家温泉饭店后 才终于在一间民宿内找到了人 女子上前一门表示自己身体不适 在警方的协助下送一就诊 隔天清晨女子家属来到台东接人 这才让三天五百公里的离家之行落幕 女子一家人终于团聚 金日沙沙会 北南乡报道 女子一家人终于团聚 女子一家人终于团聚